如果你真想谈一段长久的恋爱,认真把这条视频看完,没有任何一对情侣是不吵架的,好的爱情从来不是不吵架,而是吵架之后要相互懂得服软,轮流低头,这样就不会走散,也不要害怕去吵架。 其实吵架是可以增进双方感情的,每次吵完架之后,一定要学会自我检讨总结吵架的原因,然后当时就把问题解决,不要让问题过夜,这样就不会有旧账累积,也不会有突然爆发分手的那一天。 我们是要一起生活的,所以我们要不停地聊天去解决问题,而不是什么冷暴力,大多数分手其实都是因为问题的累积,在某一天突然情绪爆发就仗重提,是因为问题从来没有被妥善地解决过。 我希望以后遇到问题,我们能够站在一起去解决问题,而不是我们之间的对抗,不管我们在一起多久,希望我们都要珍惜这段感情,我对你的爱并不是一时的新鲜,我真的很想成为你最重要的那个人。